吃了 為什麼要這樣 那真的很好吃嗎 對啊 就脆脆的對不對 妳要把這個改掉啦 幹嘛 就不能去吃個生菜沙拉之類的嗎 伙食費很省耶 吃掉了 吃掉了一個尖尖的地方了 算快 然後還有吃掉這個繩子了 接下來呢 一般妳一隻要吃多久 其實一隻可以吃很久 就慢慢的 邊用牙齒 邊清牙齒 零食就對了 妳很像陳寶寶在吃那個桑葉 慢慢啃 生餛飩 唉唷 不要啦 我煮過耶 豬肉沒煮過 細菌很多耶 請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吃啊 妳自願的喔 請 享用 她整顆進去 妳耳不耳啊 真的好 唉唷 好吃 天啊 我都不敢看了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生餛飩怎麼可以吃呢 好吃在哪裡 那很新鮮 很新鮮 她這個 新鮮什麼啊 她吃這個唯一的好處 是沒有人會跟她搶 對 對 她沒吃到飽 妳這就吞進去了 對啊 我的天啊 請問妳吃的是高麗菜口味 豬肉包一點蔥吧 應該豬肉包蔥吧 憲哥示範嗎 憲哥你吃吃看 憲哥你吃吃看好不好 憲哥示範 今天那還滿新鮮的 好 這個當然聞到就噁 到她家去看看 她們家到底是什麼狀況 很多部分都被吃掉 搞不好她就只有斷臂殘垣 然後其他 然後她趴上來正在吃牆壁 妳好啊 還有啃那個影子 好 到她們家參觀 我最喜歡吃甜點了喔 我最喜歡吃水果了 我最喜歡吃塑膠了 從小呢我就喜歡咬指甲 所以指甲形狀都不是很美 什麼東西呢都想放在嘴巴裡咬 就覺得這樣子很過癮 所以每次喝飲料都會想要咬吸管 然後越咬越奇蹟 你就把碎片吞到肚子裡了 這盒飲料呢 我都會咬掉大概三分之一長度的吸管 所以平均一個禮拜 我就會咬掉這麼長的吸管喔 除了吃吸管之外 佩格還會吃不同種類的塑膠製品 而這一切怪異行為 可是從小到大都一直存在的喔 上課無聊的時候呢 我就會咬課本來腳腳來吃 你看 這就是我的傑作 佩格因為她喜歡咀嚼塑膠物品 及一些奇怪的東西 還因此拎著出一口容易咬斷東西的立牙呢 現在只要有東西打不開 我就會用牙齒把它咬開 完全不需要剪刀這項工具喔 對佩格來說 咬塑膠有一種莫名的快樂 不過塑膠對人體其實一點好處都沒有喔 希望大家還是不要仿效才好 接著讓我們來欣賞超性感的拍照吧 有沒有看到 女人最了解女人 是個K是個柴女有沒有看到 然後帶來這位高頭大馬的模特兒 她好好為了他們這個 好性感 有必要穿那麼性感嗎 我們提供一個沙發 妳等一下的大原則 就一定要在這個沙發上好不好 妳就來拍 好不好 OK 開始吧 是妳喔 喂… 喂… 這樣會衰妳知道嗎 預備 開始 我們第一個動作呢 先教妳怎麼樣站 從側面看起來 然後可以顯示腰線和她臀部 然後當然胸部挺起來的話 真的是更能讓女生的曲線 展現得非常漂亮 真的耶 三角六挑耶 好凹喔 憲哥 妳在後面口感 被拍到了 我咖啡還是被照相機耶 很會擺耶 好性感喔 妳的腰好軟喔 臀部的曲線還有腰線 很會拉長 對啊 在這時候呢 如果會給模特兒建議的話 我會希望說她能夠 在手部 在右手 然後來強調她的頭髮 然後再左手 對 左手往前拉一點 然後這個時候 肩頸的線條會更漂亮 還有腰線整個展現出來的 阿雅姐…擋到了… 來…好我 阿雅姐擋到了… 阿飄… 擋到了… 阿飄們 擋到了 怎麼樣 怎麼搞得我們三個被趕來趕去 對啊 我們一起到攝影棚去看 好不好 看她在拍的樣子好不好 不動… 來… 接我坐一下 好累… 好累 妳搶人家位置 喔… 曬得快喔 沒有 沒有 其實 哇 瞧這一張張性感美照 都是由Kate親自指導出來的成果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她的工作情況吧 很多男生應該都不會想讓女朋友 在拍攝性感照時 被別的男攝影師看到吧 所以我們建議一個女性攝影團隊 從拍攝到後製 都是由女性操刀喔 不算你想要修圖 讓自己瘦一點 都是身為女性 也不用不好意思開口喔 有九年拍攝經驗的Kate 前天後拍了不像百位的女性性感照 能夠吸引這麼多女生 專門找她拍照 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會為每位客人打造 獨一無二專屬企劃 像今天的客人小蜜 我們會讓她從白天的 金銘珞銀行員 下班後變成性感小女人 今天呢就準備了一些小道具 像是這件桃色性感小馬甲 還有呢一些皮鞭跟面具 我們會讓小蜜呢 更進入整個拍攝的情況 性感POSE拍照術 你也學得會喔 胸部UP UP拍照術來囉 強調胸部的拍照姿勢 首先就是要靠著牆 讓身體微微向前傾 腰部向後挺 胸部就會自然看起來很豐滿囉 再用手部的姿勢 來強調重點的胸部 胸部UP UP照完成囉 性感小妖精拍照術來囉 顯然讓腰部看起來更有曲線 重點就是要將腿部伸長拉直 這樣就能夠讓腰部的曲線 看起來更清楚了 哇 性感小妖精大成功 美女們想要留下美好記憶嗎 讓我來幫妳拍一張性感美照吧 人不可貌相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豆涼 今天是我們的制服美女大搜查 這個厲害了 這個女生穿起制服 她有很多想像空間 什麼想像空間 不良的想像空間 為什麼呢 就是說特別清純水冰服 特別專業 護士服 對 專櫃小姐 而且一些女生就可以把制服 穿特別可愛 特別漂亮 像瑤瑤穿什麼都爆 都爆 厲害 妳喜歡哪一種制服 我比較喜歡類似像水手服那一種 日式的那種 日式的 小萍家裡有幾套水手服 衣櫃打開全部都是 像話嗎 妳打麻將穿什麼 我打麻將 我穿可以嗎 OK啊 OK啊 哇 好開放 王小姐 不習慣我們年輕人的節目嗎 妳那已經是媽媽了 我在享受 在享受這樣的氣氛 制服像給人莊嚴紀律的感覺 但在演藝圈中 有許多女藝人的造型 都以制服為藍圖 打造出不同風格的時尚感喔 像是小萍的布蘭妮 手張專輯 並以高校制服為造型 除了青春的氣息之外 更充滿了火辣 性感的視覺享受 因此讓它一炮而紅了 而日本流行天后 安世奈美惠 更在MV中 以女警的模樣現身 不需惹露 便自然地露出性感女人味 只要是男人 都一定會想被她逮捕吧 今天我猜 就要造福廣大的男性觀眾 三位特派員將分別找出 最正的制服美女 她們有著什麼樣的優勢呢 搞怪屋裡頭的Circus 在年輕族群中最受歡迎 苦手的風格 加上大膽的個性 究竟她們會找到 超正的制服美女 還是另類古怪的美女呢 大家拭目以待吧 平時喜歡多做好事的Waterman 有顆善良的心 加上神秘的蒙面造型 女孩子最愛充滿神秘的男人 她會找到像自己一樣 神秘的美女嗎 真是令人期待耶 號稱Mr.Magic的小鐘 搞笑是她最大的本錢 靠著魔術及冷笑話 她可以找到比自己 匪文女有更重的制服美女嗎 三位特派員將各自找位 抄襲精的制服美女 來到現場 其中有一位是高中笑花 還有一位甚至神似EB的 女服店店員喔 要請大家一起猜猜看 哪一位制服美女 或是50位男性觀眾的最愛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很厲害的 有沒有看到 有三個人 小鐘還有我們的這個 Circus 還有Waterman 他們三個要去找 現在馬上就出發囉 走 哈囉 我是Circus Leo 我是Kid 沒錯 我們現在來到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逗的 我們終於拋開了